欢迎来到Helit 大家好 我是萌星超然 当埃及出现了罗马僵尸 会有多难呢 注意看 罗马僵尸正通过这个时空裂缝 来到了上古埃及 伴随着强烈的沙尘暴 以及大量墓碑的掩护 植物们即将迎来空前的挑战 光是这个罗马铁桶僵尸 就极其难对付 卷心菜头手一个大招都没能消灭掉 更何况新的罗马僵尸又来了 但是 这一关的难度还不止于此 看 消失的植物 超然的完美防线瞬间崩塌 植物们不翼而飞 此处正在上演这一出 现实版的消失的它们 超然捕植物的速度 都没有消失的速度快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的埃及关卡还怎么玩 超然现在玩到的是 Edit版本上古埃及的简单第九关 想要过这关必须在新兴兑换拿到仙桃 把仙桃带上场 刚才植物们并不是离奇失踪 而是受到了不太明显的伤害 血量在缓缓下降 所以呢 带上仙桃可以给植物们加血 用坚果挡住罗马僵尸的入侵 趁着冰冻生菜减速了僵尸 赶紧把卷心赛头手和豌豆射手送出来 冰冻生菜好了就赶紧放出来送结僵尸 消灭太阳神僵尸之后掉落一地阳光 好的 圣戎就这么补气了 就这样平稳地度过了前期 注意看那个死神僵尸 它每丢出一根骨头就会对场上的植物造成一定的伤害 看到植物们集体闪了一下嘛 这就是死神僵尸造成的伤害 所以说之前植物神秘失踪 就是拜死神僵尸所赐了 然而超人还是低估了死神僵尸的威力啊 后期出现了这么多死神僵尸 超人的植物也没有穿透的效果 卷心菜头手一个大招也没能解决掉死神僵尸 反倒是植物们在不断地消失 所以说我的仙桃还是种少了 继续补种输出植物和仙桃 我就不信了 我种上一整排的仙桃还扛不住吗 实在难以相信 这还只是一个简单关卡 还有还有还没结束 最后的最后 居然有一大波的罗马入侵 中间三行植物们的压力斗争啊 超人感觉即使有仙桃的加血 坚果也扛不住了 是谁让你们这样出僵尸的呀 太多了吧 这可能是上古埃及百年难遇的一次寿潮 还不僵尸潮啊 仙桃们给我疯狂的加血啊 冰冻生菜动起来 把它们全部冻成冰块 豌豆射手拿出你们所有的豌豆 全部吐出来 就剩中间三路了 炮灰魁已经集体变炮灰了 卷心菜投手 豌豆射手就看你们的了 胜利就在眼前了 好的 坚果成功拦住僵尸 仙桃加血 冰冻生菜冻结 完美的一波配合 终于过关了